律委私底下抱怨说 因为苏贞昌用人 太过于霸道了 所以也有律营人士 直接上诉到蔡总统 跟她说你要不要管一管 苏贞昌这个样子这样可以吗 没想到蔡英文怎么回答 她说我都忍了 你为什么不能忍呢 原来蔡英文是在忍 忍苏贞昌 总统去忍一个行政院长 苏惠议员 就虽然总统府后来有回应 但是我们看到怎么会有 传出这样的报道 自然有这样的报道 应该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在里面 苏贞昌跟蔡英文以前的关系 都很不好 那时候苏贞昌是行政院长 蔡英文是副院长 后来蔡英文离开以后 常常跟朋友说 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跟苏贞昌共事 不过蔡英文显然太小看 她这一辈子了 在2018年民调太低落的情况底下 党内没有人要给她靠 甚至党内还要逼宫她的时候 她走投无路还是只能去拜托 苏贞昌站在她这一边 为什么 因为苏贞昌站过来 新潮流也就站过来了 这两年新苏系 新潮流跟苏贞昌是合作的 但可能蔡英文都没有想到 什么叫做恶鬼缠身 什么叫恶鬼缠身 请神容易送神难 尤其是你请到恶鬼的时候 你以为说你先找了一个恶鬼 养了一个小鬼 想要来把其他的牛鬼蛇神赶走了以后 然后之后再把这一个苏贞恶鬼赶走 你发现你赶不走了 你发现你赶不走了 苏贞昌现在大得不得了 而且他没有什么好怕的 为什么他没有什么好怕 因为他没有未来 他都七十几岁啊 我现在跟你客气什么 我还在乎形象什么 我还管你我的民调怎么样 我没有未来我也不要有未来啊 我就抹了脸跟你干啊 能拿多少是多少嘛 网友就说啦 这个零九万大叔钉十二 为什么 这就知道嘛 小英男孩零非凡只有拿九万块而已 就要被我们骂得要死 他一定觉得心里超干的 结果现在是 苏是爱将拿十二万 而且还是犯了错还可以再拿 所以这到底是说 是苏贞昌太拔物 还是台湾人太包容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今天为什么苏贞昌敢做这件事情 简单来说两个嘛 第一个他就赌蔡英文 不敢跟他对干 为什么 因为他是穿破鞋 他只是破娃而已嘛 他觉得蔡英文你是欲嘛 不然来大家来骂啊 我猫的脸我们把话都讲出来啊 我把你的事情通通讲出来啊 对不对 我七十几岁了啊 我不要脸了啊 这是第一个 他就赌蔡英文不敢跟他翻脸 第二个是 现在民进党因为掌握全部的媒体 坦白说 为什么不只是苏贞昌 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什么都敢做 什么都敢做 这个王定宇分租套房 也好像隔了几间好像像没事一样 因为就掌握媒体嘛 就掌握媒体就这么简单嘛 我做了什么坏事 媒体不报就好了 我做了什么错事 媒体把我凹过来报就好了 明明买到AZ疫苗就是有问题 还可以报说是国民党扯后腿 然后说我们好容易买到AZ疫苗 明明AZ疫苗没人打 就要变成说大家抢着打 所以你说什么叫做指路为马 就是现在台湾大部分媒体的状况 台湾大部分媒体状况 现在不是亲政府 就是被政府养 就这两个嘛 一个是亲政府 它本身就是民进党的派系 大派系之一 第二个被政府养 我政府的标案拿保保 自入性行销拿保保 我怎么会去得罪我的老板呢 所以在没有媒体的监督底下 说真的啦 他们什么事都敢做 什么事也都不夸张 丁一鸣辞职 但不到四个月立刻又升官 真的是让人难以想象 而且这段期间他请辞的时候 照常去上班 去刷脸 他只是说没有拿薪水 去刷脸 每天都去打电话 谁谁谁你怎么样 打电话给立法院顾问洪慈雍 打电话给立法院的包含幕僚 说你怎么可以透露什么讯息 你怎么可以泄露机密 什么什么的 为什么他敢这么的大胆 寒冰 因为今天王世坚就说了 苏贞昌太大授权了 所以呢 丁一鸣才敢这么做 但是为什么丁一鸣 这么的受到苏贞昌的重用 是因为他就是很会做梗图吗 当然不只是这样 宰相家奴欺品官嘛 人家又不是宰相的家奴 人家宰相的狗更高 你知道很多狗是比人被疼的 那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指责这个爆料 说是他是发赖给洪慈雍 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假的 因为洪慈雍现在否认 但是我觉得假设真的有这回事 我觉得 你这个丁一鸣也太那个一点 你跟洪慈雍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人 他是立法院顾问 你是政院顾问 你们两个都是酬庸区的东西 你相间和泰解一点嘛 你这样去骂他 那我是知道猴子 三后知是有真的是有爆料说 确实丁一鸣有发赖去干掉一个人 但是是不是洪慈雍我是不知道 那丁一鸣为什么敢这么大胆 我先跟大家讲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他以前就是这样干 他以前就这样子对 所以这一大堆的部会邀来喝去的啊 一副就是我老板就是苏贞昌 你们不知道吗 你们敢不听我的吗 不然你们想怎样 那苏贞昌为什么敢这样做呢 很简单 因为他知道当时啊 他知道蔡英文还要靠他 所以他也肆无忌惮 你们这些人 苏贞昌本来就是没在怕的一个人 我就是个阿霸人 所以他就这样搞 我相信你们也不敢报 可是呢大家注意到 他到3月1号正式回来 然后开始下面就议论纷纷了 然后就开始有人报这个料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3月1号以后 情势已经开始大逆转了 包括过去跟民进党站在一起的 藻礁公投这些东西 开始都在反他了 苏贞昌整个态势看起来岌岌可为 看起来蔡英文对他的信任 也不像过去这么强了 在这个时候各派系全部都跳出来 你看现在很明显的 郑国会已经跟他翻了嘛 游锡坤院长 他虽然说细节我不要谈了 可是实际上他已经等于全部讲了 因为他等于是在承认说 那个媒体讲的都是真的 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不就这样吗 陈廷飞敢跳出来 去指责 那陈廷飞如果没有人 受益他或是告诉他情况可以这样做 以陈廷飞这么敢跳的人 他会这样做吗 你觉得咧 那尖歌我们当然不要讲 尖歌本来跟苏贞昌就不对盘 那谢系很多人也都跟苏贞昌不对盘 其实我讲比较那个一点 现在连音系都跳出来反他了 讲实在话就是这样 因为大家都在看风向嘛 可是蔡英文说我都忍了 所以你们为什么不能忍呢 我讲一句实在话 蔡英文会讲我都忍了的时候 表示他已经忍得差不多了 表示他已经忍得差不多了 你觉得英系这些人包括陈廷文这些人 他最近敢跳出来讲话 如果他没有得到蔡英文的首肯允许 他会这样做吗 这些人一个个都在江湖打滚数十年的人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已经形成一个力量 大家开始团结起来 是要去对付苏贞昌了 现在还欠一个我最近一直在观察 很多谢系也跑过去了 叫勇言慧 勇言慧还没有正式表态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大阿哥 最近糗事太多 所以最近要先隐藏一下 我不知道 可是你看啊 徐国勇啊 徐国勇跟苏贞昌很不对版啊 徐国勇跟勇言慧的关系也很好啊 赵天霖啊 这些以前谢系的啊 如果 连勇言慧的人都出来表态 那我觉得苏贞昌大概就真的差不多了 我们刚看到说 蔡英文的根据报导说 他说我都忍了啦 你们干嘛不能忍呢 虽然是有人去跟他爆料说 你那个苏贞昌用忍啊 太过霸道了 是不是你应该要处理一下 他说他都忍了 但是后来的总统虎贞人 他是有回应 他说这些是不实的报道 不过我们来看到呢 这倒是真的吧 对不对 你看尤锡昌心里在想什么 他这张脸真的也蛮臭的 他说立法院跟行政院都是 宪政机关的 应该要相互尊重 除了呢打电话 丁一名打电话来到立法院呢 来跟他这个抗计抗虾之外 呛声之外 那他真的是心中的 我想应该不是一把火 好多好多火喔 而且现在还传出说 苏贞昌呢他要求总统喔 必须要放手公国的航库人士 那朱立仁呢他就爆料了 他说喔我听到了不止如此喔 你知道吗他手伸的有多长 有多深自己要想一想喔 老师所以原来这个 苏贞昌想要的还不止这些喔 他这样子做难道 刚刚韩濱是有讲到说 蔡英文是应该不想人的 我现在还没有回这个 我先回下面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 刚才在讲说丁丁这么嚣张 他是顾问嘛 但我记得在阿扁的时候 应该是 谢昌廷当院长的时候 当开行政院会的时候呢 有时候谢昌廷就不主持 就交给他的顾问去主持 那些顾问是小孩的啊 就是跟丁丁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知道说 那些直辖市的市长 有一些是国民党的啊 你知道人家是怎么 秦和宇看 我是民选出来的 縣市首长 你派一个小孩的 好就是基要世代嘛 还不是中正代 是基要世代 那你看我为什么要去开行政院会 好吧我想大概就是同样的 这个情况 第二个呢说 为什么我都忍了呢 因为这里就牵涉到说 因为小英 九合以后呢 那找不到人可以来接了 可以来接手了 这是一个重点啊 OK 那就拜托他回来 拜托他回来 那这里就牵涉到说 前一件隔轨是赖神嘛 赖神嘛 赖神人事权没有 什么都没有嘛 所以呢 这一次应该是跟苏贞唱过 我就棒手给你做了 所以呢 棒手给你做就三个嘛 一个是行政部门 第二个就是我们国营事业 第三个就是官股这些东西 银行这些东西 所以你跟他说好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再叫人 就是来老李老四跟他大小生 好不好 而且他派来的 还是机要的 那小小的啊 他当然是不高兴嘛 所以你要怪他 不然你有栽调 小英你派什么人来接我主委嘛 这个八月的公投 看你如何 要等八月二八之后 八月这个东西 对啊 你们有人可以接吗 接得起来吗 你有会改还是不改 他就在这里啦 好